不知道大家在人际交往中 会不会对某些职业的人 有额外的好感 就觉得干这个的人品一定差不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职业滤镜 那我劝你千万不要 就像之前上了热搜的张培蒙 谁能想到曾经为国争光的他 私底下竟然会殴打岳母 建议他跟那个打婆婆的万人迷 做个CP 你俩一起花1600米 去玩呀老师那做个心理咨询 赶紧造出正常家庭 别再祸祸人了 其实体谈私生活和奖牌书 不成正比的人也不止他一个 就比如杨明 球技好颜值高 看上去多好的人呐 结果一次婚内出柜 又比如徐家瑜 身材好成绩好 看上去多好的人呐 结果被前任控诉劈腿 在之前还有什么林丹啊 马林啊 李梦啊 真是让我对运动员的滤镜碎了一地 其实也不止运动员 很多职业很光鲜的人 做的事却一点都不光鲜 就比如救死扶伤的医生 广州白云的一名医生 就利用了患者对他的信任 让他脱掉了裙子 脱掉了打底裤 又脱掉了内裤 最后实施了强奸 我就发现有些医生 是不是不看X光片 竟看X片了 不想着救死扶伤 竟想着夜勤冰冻了是吧 你说平时看的到底是医术还是黄书啊 又比如教书于人的老师 湖南轮回的一名初中班主任 就利用职务之变 长期强奸五名女生 甚至还导致其中三人 罹患精神疾病 和自杀自残能严重后果 当然这个世界是特别魔幻的 你知道吗 正经职业不干正经事 职业不正经的去来干正事 这是一个靠卖徒报赚钱的福利机 大家知道他把赚来的钱用在哪了吗 花天酒地纸醉机迷吗 不是 他拿着这些钱去山区支教了 无多佑 另一位直播间被封了五十多次的大尺度女主播 业余爱好也是去山区支教 由于居住条件比较艰苦 甚至还患上了湿疹 这就特别讽刺了 人人看不起的女主播拿起了教编 某些人人敬养的男老师 却对着学生掏出了人变 好像有些擦边男 替广大男性挽回了面子 这位十九 大概是说岁数吧 的纯一 加微信的门槛是 给贫困山区儿童或环卫老人捐一百块钱 而且他只收捐款截图 不收捐款 短短十天就筹集了两万七千七百元的山块 再感谢这位一的同时 也让我们感谢那二百七十七位零 而一位加拿大的擦边男主播 也在身体力行地支援我国农村小学的支教 他甚至用自己带货的钱 直接给孩子们捐了一座图书馆 当然我并不是想洗白 他们在工作中疑似违法的行为 我只是想说 大家真的要把职业和人品区分开来 职业真的就只是个职业而已 它能证明一个人的能力 但保证不了从业者的人品 高尚的从来都是人 而并不是职业 可惜还是有很多人不懂这样的道理 面对去支教的女主播 很多人却还是在根据她的职业 对她的人品进行诋毁和造谣 逼得这位女主播 只能删掉支教相关的所有内容 我们不能有职业滤镜 同样也不能有职业启示 人品好与职业无关 人品坏自然也与职业无关 就比如那些管不住下半身的 明明有老师啊 干嘛总是污名化销售呢 宅心人后的不只有医生 救人一命的不也有外卖员吗 希望有一天不只是职业 所有标签都能被摘掉 我们所有人都能被平等的看待 那除了运动员 老师和医生 大家还遂过哪些职业滤镜呢 可以平地去分享一下警示他人 那喜欢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赞连 我是文艺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